這一期是幫粉絲問的 你們還會有神明歌嗎? 那個小館有做那個... 5 4 3 2 1 YEAH 歡迎來到新的台語小教室 大家好 我們是超頓音啦 喔 好久沒有自我介紹了 嘿嘿 不用啦 在我們頻道沒有自我介紹 就知道是我們 嘿 來 今天不敢有可能 有浩角翔起出人在這裡 喂 是北人山貓 喂 外壁火車 喂 來吧 今天要講哪首歌 小碗最多的 最多的 快破 滿出來了 在外面1千萬 不是神曲啦 我們的神曲破千萬的就沒幾條啦 是山郭忠福啦 是山貴重 這個掌聲是因為我們創作了一首 神明歌破千萬的掌聲啦 真的很高興 因為這首無數會發行 還沒有火力集中在Youtube 哦哦哦哦 不怪這破千萬 哦哦 算了 謝謝大家 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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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我們的早期創作編曲的這個小管 他現在已經轉職啦 他現在去做警察 他已經沒有在這個B-Maker了 所以以前的歌會有他的那個shoutout是正常的啦 他叫管一語 小管做的壁 這是他的最後一首歌對不對 應該算他最後一首神明歌啦 後期有幫其他人又做了幾首之後他才真的退休 不過他有通通做了一首XX的壁 可是我們還沒 欸這不要講好了 對對對我們還在探討啦 商業機密無可奉告 漫槍花劍 風水淫 仙淺 既變 水粉 叫茶 香香 感激 莫洞 空心 喊 兵 有問題 崔雲 崔雲 極地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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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地 其實有另外一個中文的來表示他的意思就是這個風水寶地 台語 風水寶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對對 我們繼續來聽喔 來 水變紅 不騎人 天都好主心感 今天要講一下 那個 黯黯的黯嗎 不是是這個黯黯 這個黯黯黯 國語字的話 不 它其實有很多的台語講法 黯黯 不黯 大約應該是有這樣啦 以萬大家不要搞錯了 連小黨落地 都心化 來喔在這個副歌來之前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蘇玉跟阿昌在這裡跟大家回事內 先回事內 還是很多錯字 我們也是盡量擬補齁 盡量去修改 今天的這個影片的下面 會有正確的詞貼在那邊 阿我們能改的盡量改了 阿不能改的 再請大家幫我們找找看 丁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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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分輝 大甲神王主彼心 唱著 演藥醉友好家庭風 老海生怡哩哩哩財 煩惡天地生王董 翹膏爬無甘疏風 中後靈怡大鬆煩甘 拜扯不安公正尊王 歡迎光臨 你們寫的故事都很直接 是不是跟聖王公有什麼淵源 有沒有什麼很神奇的事情發生在這首歌呢 很神奇的就是我剛好穿著聖王公的衣服 耶~~~ 來今天用聖王公跟你們聊天 其實聖王公的這個淵源呢 就是因為 我們也有信仰他 我們也有拜他 但是在當初我們真的沒有想說 要幫聖王公寫歌 因為 剛好又簽到前面這個小館咒一壁 對 因為小館他做了這一首的雏形 所以給了我們的這一個想法 來做聖王公這首歌 欸你知不知道那時候多少 我聽不懂 啊不是啊 我祖母要睡的時候 他都聽不懂 聽不懂 聽這條曲子 我 打開一聽 副歌怎麼會這樣 對 老鼠鬼大鬆 對 大鬆 大鬆一陣 他做這首歌以前我們也沒有想過 可以這麼融洽的把小法咒跟 老舌音樂融合在一起 曲裡面就直接寫歌 花了鼓鈴 這個也是我們跟 製作人之間的一個碰撞出來的一個作品 因為製作人就直接知道我們要什麼東西 聽到這一首哇 很重 前面有講到的 為什麼不到一個小時就寫完 講真的 我當時我在當兵 我一聽到這個病 你傳給我之後 我真的不到半個小時 好 保守一點 然後不到40分鐘 我就把它完成了 應該說 應該不到一個小時半 沒有沒有 但是真的沒有那麼久 對聖王公有很多想法 對 因為本身就有信仰他了 所以 他的故事很快就會 灌進我的腦海中 這就說的 中時 中時 要說一個副歌的部分 像吃昧王良這個詩子 其實我台語的環幕 對 就在希望大家來 做回來 我讀三天 啊 吃昧王良等於 魔神啊 所以吃昧王良 也是聖功 我們的一個直覺 當時創作的時候 對 一些謠證 什麼 可是他可能不是這個正確念法 說一下 說一下 以前台語是有的 他是一個 羅馬拼音組成 19世紀的時候 是 因為很多傳教士來到台灣 對 然後用羅馬拼音 就是 我看一看本 我看一看 我真的有超騎 因為今天在學台語我看到 他頭上就說 喔 到底要求我 我看不懂 要看哪裡 你給我看 19世紀的時候 傳教士來到台灣 因為有語言上面的隔閡 更像現在的白尾音 它是17個拉丁字母 喔 加聲調 組合起來 更有這個台語 真的以前台語是有2個 又是羅馬拼音拼成 接下來要說這個 凡悟 凡悟天地的聖王公 這個凡悟代理什麼呢 凡悟就是世界的意思 這個世界的意思 這個世界很大的意思 對 同一個詞 但是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詞去講它 就是在說我們這個 地球 這個是阿昌在形容 聖王公得到當時的一個形象 嗯 因為聖王公聖腳嘛 呃 另一個綽號叫什麼 叫做 聖腳 聖腳 欸 但是我們平常比較不會這樣去稱呼它 神像喔 一個尊重啦 一個尊重啦 但是看額咧 因為他目指很大力 沒有 其實他這個看額是有不 當初是 他得到的時候 他媽媽看他要即將升天 急著去把他的腳拉下來 喔 喔 在當下的嚇到 嚇到 眼睛才會睜開 大大的看前面 喔 我來學到的 一滴 尾滴 中間 中間 一滴 尾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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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我說 欸 拍這個畫面的時候 剛好 有這個衣服 倫理 對 倫理 他們覺得這個衣服很好看 問我哪裡買的 但是我也不記得 那以前是幫手的 在這邊同意做回答啦 別再問了喔 謝謝 okok 好 來 來喔 我對他講一下 花拉鍋裡面 一量的就是 信仰講的 生平的故事 對喔 喔 簡單來說 大家可能對小法團 小法咒 小法的這個概念 不是很熟悉 他們遇到每一尊神 都會有 特定 佛那尊神的 一首奏出來 哦 咒義啊 對 五眼塊的咒義 對 會有不同的咒語 那這個咒語的 由頭到尾呢 就是在講 這一位神 喔 生平的故事 喔 以及他的這個 歷年來的 戰績 嗯 如何被撤封 做了什麼好事 喔 全部都是記載在裡面 我們念這個小法咒 就是 召喚這個神明來 喔 來幫我們處理一些 這個我們 人沒辦法處理的事情 你記得之前小法好像有分黑的跟紅的那個什麼意思 以我理解到的啦 紅頭到黑頭 紅頭 黑頭 還有我們的 噴黑花啦 噴黑花啦 這個 澎湖法呢 在地的這個文化衍生出來 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紅頭 黑頭 跟澎湖法 喔 我們 乍看之下 因為都在裡面 我們也不知道裡面什麼 嗯 第一個 音調會不一樣 喔 再來 手頭上面的 樂器也會不一樣 喔 用的 夠也不一樣 夠也不一樣 嘿 中間的那個主要的法師呢 他們的 裝扮也會不一樣 喔 這個是大家可以用這個最粗的 初步的來去分別他們 喔 這就是吧 你算地區的民宿 不一樣的所在啦 還有我們歌詞裡面有講到這個 威定 中間鋪匪 這個要不要跟大家做解釋一下 欸 這個其實剛好是符合 嗯 我們編曲的時候 剛好那個時間點 那裡一個抓 對 一個抓下去 然後那個時間點 剛好可以把 聖皇宮的 封號 他的被側封的 鐵峰的 名字全部封掉 而且剛好 對 剛剛好 剛剛好填滿 然後上面的那個 每一個名字呢 就是他 歷代 被各個皇帝撤封 因為他有做的好事嘛 顯現神蹟嘛 後來成仙之後 又被撤封的名字啦 離我們最近的 近代 喔 就是保安 所以很多人都說 保安 廣德尊王 啊你如果要念全弦 喔 很長的喔 要吸一口氣喔 歷代 中英 撲封 為母 英倫 保安 公 這尊王 喔 他的全顯是 這麼長喔 有櫻花宮 沒有洗路電 雖然 鵝仔鳥 圓祖聖電 有腳蓬梯 倒腳大地 聽保安 公做生鮮 以臉 生鮮 沒聽到 泰匪 都在看 過年生天 再輸到 泰匪 優化 那一句 腳以生鮮 以下這一段 老舍的段落呢 其實每兩句 都是一個故事的濃縮 剛剛有講到 有櫻花宮 沒有洗路電 從來鵝仔鳥 延齡祖聖電 延齡是什麼意思 真正的發源地 是在我們這個 福建的南安 泉州 那我們把這個香火 延續到台灣 延齡就是一個 一個延續的意思 為什麼 只講到 永華宮 西羅殿 跟鵝仔鳥 因為這三間 廣澤尊王的 廟呢 廣澤尊王在台灣發揮 神奇的故事 都發生在這三間廟 所以他算是一個指標性的 然後也不是說其他的廟 不好還是怎樣 我跟你說 只要有講這尊王發揮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很好 接下來 尤卡蓬梯 渡卡大地 鐵鳳保安王做新鮮 這個就是在形容他的一個形象 依然成仙 沒聽到太妃當地化 如果你有了解到廣澤尊王 他的完整的故事裡面呢 就是在他得到的那一瞬間 就是剛才剛才說過 他媽媽給他比較柔軟 為什麼我要用太妃呢 廣澤尊王他得到之後 做了很多好事 連同爸爸媽媽一起被皇帝撤封 所以他的爸爸叫太王 媽媽叫太妃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大概是這種概念 那個也是好事要做得夠多 所以我們追求的就是聖王公的精神 鼓勵心天才輸到太妃丘下 那個腳 這個腳 因為大家人都會寫錯的 都寫作 腳 其實是這個腳 對啊 欸 一仙削車 強仙輝 爭酒 姓勤 發十三 這一句的故事呢 是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版本 很多人都說十三太保 是廣澤尊王的兒子 我在這個歌詞上面的呈現 也是否這一個故事 但是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故事 他這個南安這個地方有十三個 村莊 那大家都覺得說 哇 你聖王公那麼靈 那我們村莊也要拜啊 所以在以前的時代就有分靈十三個村莊 都各有一尊聖王公 有人說是他的兒子 也有人說是他的婚靈 因為有很多故事的 我們現在歷史悠久 我們沒人考慮 對 我們沒辦法講出一個正確的 還會記得當年 丹修女的婚婚 亂夫婚 陳守娘他是在這個台南府城 他是一個古早人 在以前呢 就是因為受了委屈 冤死 所以他在台南這個地區呢 就大肆的作虐 最後是請出這個 廣澤尊王 來跟他做協調 才圓滿了這整件事情 這個老舌的部分 大概都有跟大家解釋到了 酷 收入 將軍 想到北流跟演唱會進去 正常可以講一下當時表演者 北流這個場館測試的這次的演出呢 其實因為他是有導演 邀請這個小髮的這個編排 導演幫我們想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有講出這個想法 導演就幫我們安排了 因為我們只想過沒做過 因為說真的 那時候我們人一名都在那邊 對 一次號召這麼多人來 我們一直很想做演唱會就是 有一個LVD燈啊 對 投影一些廟會的一些 比如說他的雕刻啊 那些東西 想要把他完全的呈現出來 可是那時候我們沒辦法 可是我覺得 這一次的在北流的演出 體會讓我們 體會讓我們不一樣的境界 而且學到不一樣的經驗 對對對 在一個好的場子 你要怎麼做出一個好的秀 這個也是一個相當寶貴的經驗 這題是剛剛粉絲問的 你們還會有神明歌嗎 那個小髮的 神明歌 還是會有 對會 好不好 草屯小子 不管自己打一個閃閃 沒有忘本 不會忘本 對對對 我們該做的還是會做 該推的文化 我們還是會推 以前喜歡什麼 我們現在還是喜歡什麼 對喔 所以 神明歌一定會有 風水寶貝 風水寶貝 不甘 不甘 歡悟 歡悟 卡 卡 倫理 倫理 這首四張郭忠福也過千萬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我們未來一定會在創作 神明的歌曲 不管好的壞的 懂的不懂的 我們都在上面跟大家一起交流 做討論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語小教室 大家掰掰 掰掰 每週五晚上發點 掰